- 大家好,歡迎收看財經吉時通,我是Andy,歡迎Ryan - 哈囉各位的食朋友大家好,安 - 今天是10月的第一個交易日啊 - 那在過去10月的行情都有點驚險哦 - 未來到底怎麼看呢,Ryan? - 我想在接下來的一個行情的演出 - 不管是怎麼樣的一個版本 - 最重要還是只有兩個方面 -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選舉 - 因為歷年啊,不管是台灣還是美國 - 在選舉跟股市的一個行情呢 - 通常都是正向的一個連動的 - 也就是說在行在選舉還沒有結束之前呢 - 我想當的執政者都不希望讓自己的股市呢 - 太過難看,我想各個國家都是 - 那接下來的美國選舉才會是一個非常重點 -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章 - 目前呢整體的一個選舉的一個州呢 - 需要270張的一個州選舉的一個票呢 - 才能夠當上美國總統 - 以目前來說 - 拜登跟川普的一個民調呢 - 拜登遙遙領先 - 差很多 - 差非常多 - 那以賭盤來說 - 目前還是拜登 - 拜登呢 - 趨於整個的一個上風 - 算川普呢 - 當然他現在目前 - 整個一個民調呢 - 非常非常的落後 - 但落後的一個觀眾之下呢 - 我想他上週五的一個感染 - 染上了一個重症 - 染上了一個重症 - 染上在打同情牌 - 對這個同情牌呢 - 可能打的有點 - 有點兇 - 有點博取一個同情 - 那當然民調往上衝 - 我想是必然的 - 因為先前巴西總統 - 或者是俄羅斯的總統 - 好像在這一塊呢 - 也都宣稱他們有曾經染疫過 - 那也是恢復快速 - 民調也是上升 - 不過各位你要回想一下 - 2016年 - 當時整個的一個選舉預測 - 誰會當選 - 希拉蕊 - 希拉蕊 - 希拉蕊的呼聲是最高 - 不管是民調 - 還是整個的一個態勢 - 都營造出希拉蕊 - 就是美國所謂的女性的一個總統 - 可是當時出乎意料 - 跌破眼鏡 - 喔 川普當選了 - 那目前又再一次的 - 以這樣的一個環境塑造出來 - 所以川普一定會輸嗎 - 我想不見得 -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疫情出來之後呢 - 美光燈的焦點 - 就落在了川普的身上 - 所以他民調當然就整體的 - 會往上拉抬 - 那當然還有一個 - 第二個財政赤字的部分 - 2.4兆 - 我想修會之前 - 國會的修會之前呢 - 就會見真章 - 當然這個部分我想 - 會在關鍵的時刻發布 - 那這樣的一個利多消息出來呢 - 回應到我9月12號的財經即時通裡面 - 就說過 - 刺激方案加疫苗的研發 - 將會是美股的最後噴出的機會 - 不過台股因為有地緣政治 - 我們跟中國大陸的一個關係 - 不是這麼的好 - 加上台積電呢 - 以往的整個大盤的一個拉台 - 都是靠台積電 - 權重太重 - 權重太重了 - 29.1652 - 所以這樣這麼重的一個權重 - 我想都把重彈落在身上 - 對整個台股的後續走勢呢 - 非常的一個不健康 - 不過即便有這樣的困境跟機會 - 我想還是可以針對台股的後續走勢 - 來做一個研判 - 各位 - 最兇嫌的行情就是所謂的一個佑多 - 那當然整個財政赤字 - 釋放出來的一個流動性呢 - 我想會讓台股 - 直接有機會再一次的跳過季線 - 往13031去靠攏 - 但是會 - 過前高嗎? - 我想這個還是要看當時的一個時空背景 - 不過仍然目前認為過前高的機率 - 非常的一個不大 - 所以它均線目前糾結 - 只要跳過季線 - 它就有機會做出一波 - 又多的一個陷阱的行情 - 各位各位各位一定要非常小心 - 這個是蠻兇險的一個盤 - 當然即便是往下的話 - 還有一種就是多殺多 - 目前季線呢 - 它就在下方 - 做所謂的一個盤整 - 以盤代跌 - 目前的季線已經下彎 - 跌破的整個的一個景線 - 也大概在12100的這個景線 - 各位看到白色的這個景線 - 跌破之後呢 - 我想整個的重力加速度 - 會讓整個行情回測到1萬到1萬0500 - 這個箱形的一個區間 - 所以我想投資朋友 - 不管是又多還是多殺多 - 在目前做多的一個時機點 - 還有物位上呢 - 都需要留意與控制 - 是感謝Ryan的分享 - 想要對吉時的財經消息 - 一定要加入Ryan的Lite - 財經吉時通 - 我們下次見 - 拜拜 - 拜拜